好 再来看在台中这个民众投诉 说他在过年的时候到艺人开的连锁火锅店去用餐 火锅都已经吃到见底了 结果捞起了一只小蟑螂 让他实在是倒进了胃口 没有想到呢 他向餐厅的人员反应 服务人员不但指着这个小蟑螂说 你看这是菜虫 而且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甚至直接递了一张名片告诉他 如果你有不舒服上医院 我们会负责医药费 汤丸里头满满火锅料看来好丰盛 但心包固上这只小蟑螂却让消费者倒足胃口 有那个嘘嘘像那个蟑螂的脚 好一点 我就觉得一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真的吐也吐不出来 很恶心 趁着年假投诉民众和先生来到艺人 简佩恩在台中开的这家连锁火锅店用餐 享受明星开的店 装潢和菜色看来都不错 就上门消费 谁知道火锅都快吃到见底了 却捞起了这个意外惊喜 当时就是这位邻经理出面处理 面对镜头 他声称所有的服务 都是按照公司的标准程序 但让投诉民众傻眼的是 开店做生意 卫生出问题 业者不仅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看着蟑螂说是菜虫 指鹿为马 还要他大过年上医院检查 这个应该是菜虫 那如果说你吃了之后有任何不舒服 去看医生的话 你可以跟我联络 大过年的 我也不想去看医生 也不想被诅咒 消费者原本以为艺人开的店应该不会让人失望 但没想到唠叨的小蟑螂还只是个开头 餐厅人员自认得体的服务 声称如果生病了 我帮你处理医药费的处理方式 在消费者心中已经大大扣分 中天新闻 廖荣亦 龚玉德 李孟章 台中报道